说中华民国是复国神山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神话 因为这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接受才有可能 侯市长 你认为可能吗 你说政府要开放十万个外劳 这个是典型的假讯息 这个已经澄清过了 很可惜你在今天这个场合 用这个假讯息来掩盖 你真的讲过欢迎大量的终生来台就业 不敢坦然面对 我刚刚不是批判你 温子郡重画做得不好 是知道你的侯康代 社会普遍反应不佳 不如拿温子郡的土地5%来盖社会住宅 就可以再增加一万户以上 400公顷 你才盖2100户的社会住宅 新北市是我的故乡 有多少年轻人有这个需求 因为你不知道南台湾 虽然你出身嘉义 你不知道南台湾的辛苦 的这个真正的情况 县市合并 那是我刚接任市长 千头万绪 我们先从事其他的工作 当时社会住宅没有比上直接补助要来的好 反而是新北市的条件 远比推动社会住宅要来的佳 你自己回去看看 在你的任内总共推了几个社会住宅 跨党派 跨世代 跨领域 邀请优秀的人才 扩大民主的力量 共同承担守护台湾的使命 不分区第一名是 基金会的执行长林月群女士 借重她的专业 协助政府做好交通安全的工作 避免在人行到斑马线上 再发生不幸的意外 不分区男性第一名 是K雄学院的沈博洋老师 借重她专业来对抗假讯息 及认知作战 守护台湾的安全 安定社会 政治署第一名是游汀坤院长 他是戒严时期民进党原山 创党会议的主席 过去他和陈定南在宜兰县 为民进党打下 绿色执政品质保证这块招牌 另外王毅川也是新一代的战将 不管区域或部分区 都是一时之选 敬请大家全力支持 而国民党却是政二代及地方势力的代表 若国民党重新掌控国会 请中路线将对台湾造成严重的冲击 不仅仅政府施政会停滞不前 过去的改革也将退回原点 未来我担任总统 也将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用人为财不分党派 建立青年勤政爱相赌的政府 建设国家发展经济 造福人民 并且积极打击 K金枪毒炸贪毒 我从政三十年 不贪不娶 干干净净 对弊案凌农人 该查就查 该办就办 该离职就离职 绝不宽待 不分党派 都有好人坏人 不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我同意民进党不完美 有做不够 做不好 也有做错的地方 但民进党在民意中 会检讨改进 侯市长 柯主席 你们喜欢骂民进党贪忽 你们常常骂的那几个案子 都有结果了 你们应该知道吧 构思 超思构档案 已经调查完毕 只有两个人被起诉 一个是林北好友 民众党 黄国昌的好朋友 另一个是国民党的党工 许泽斌 拥有一千多个人头账户 证明国民党中央有洋网军 疫苗采购案 一共检举62案 检调查无数据 已经调查完毕 也通通签结 我认为高端的契约 立法院已经有调阅过 监察院也已经有调查过 程序上我们应该解决 基于社会公益 以及人民资的权利 就把它公布 至于潜建国造案 检方查了几百条金流 最后也证明清白 混乱国民党的立委 马文军设外换案 你们却同流合污 无条件的支持 捍卫马文军 你们也用八八枪击案攻击台南 用和我无关的事件抹黑我 但开枪和幕后的人都抓到了 都和国民党有关 国民党真是做贼喊做贼 其实国际透明组织公布 台湾现在的清廉程度 27年来最好 也就是蔡英文政府 远比马英九政府还要好 反观国民党过去的黑金贪腐记录 主烦不及被载 现在仍然子孙满堂 侯市长 你都有前往助选 你不是和黑金势不两立 而是和黑金称兄道弟 侯市长跟柯主席 你们刚刚互相吹捧 但是侯市长 你在副市长和市长任内 市府被起诉级 侦办人数破纪录高达140人 你的治安满意度也都是后段班 这种包袱 这种成绩 你怎么反贪腐 怎么拼治安 柯主席 你为了扩张势力 各县市党部成为黑道 强盗 暴力讨在和问题人物的堂口 更挺涩滩的高宏安 也毫无顾忌地和国民党的牛鬼蛇臣 拥抱在一起 柯市长民众党才四年 怎么堕落这么一样的快 柯市长过去也常批判 好龙斌政府贪污 但你自己知不知道 在你任内 依贪污罪起诉的市府官员 多达108人 比起好龙斌市长时代的 102人还要多 你们还在这里自我吹捧 你们比别人青年 要你们两个人来反贪污 可以说是贱鬼 退后堆了 最近我家的老房子受到蓝白攻击 也引起社会的关注 其实矿区的房子牵涉到 台湾矿业发展历史留下来的矿工住宅 以及矿工后代安居的问题 合理的解决才是正道 不是在多年后只做到认定 既存违建拍照存档就当作解决 因为矿区内的每一个房子都没有特权 只有满屋子的辛酸 这些房子都在区域计划法施行前 就已经合法存在 矿权废止后 政府并没有妥善处理 他们的居住权 无法可申请 年久失修 自行修建 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这些房子应该是既存建筑 和都市计划内有法可遵循的 违建概念不同 应该要获得合理的解决 最近我看到矿区内乡亲 担心安身立命的房子 被视为违建 也担心被拆除 我感到过意不去 我有责任来协助大家 找出一条道路 保障大家的居住权益 在矿区的居住权 获得保障之后 为了要纪念那个年代 矿工退台湾经济的贡献 我愿意把房子交付 公益信托 优先作为矿工生活纪念馆 侯市长 你的大群馆 现在的凯贤院 游走在法律边缘 竟然申请99个门号 企图逃漏税 还向学生收起高价租金 你却在这里大谈你如何照顾年轻人的居住权 你愿不愿意把大群馆交付公益信托 跟我一样免费提供给弱势学生来居住 客市长 你投资农地来草地获取暴利 将农地批建为停车长来非法收取租金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样 把这块农地也交付公益信托 免费提供社区作为公益使用 我向来坚强 不畏艰难 我也是一个感性的人 常常被人事物所感动 但是我对国家土地人民的信心 信念跟感情永远都不会变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